讲道理 我最近一直在纳闷一件事 为什么我花自己的钱买东西 我会有一种负罪感啊 在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准备点分外卖 犒劳自己的时候 第一步总是先打开 扫一扫领圈 第二步人均价 筛选到20元以内 第三步点击减配送费 争取20元内拿下今天的晚饭 因为一旦超过20元 我就会有一种 惆怅的 焦虑的 愧疚的 好像明天就会破产 睡进乔洞的感觉 然后反复问自己 我配吃这么贵的饭吗 一个晚饭而已 不是吧 他竟然要200多耶 200块钱买件衣服 真的有必要吗 我也不缺这件衣服吧 然后往购物车一放 几天之后再一看 算了 看久了就不好看了 一时出门的时候也是 能走路绝不供散单车 能供散单车 绝不地铁 能地铁绝不打车 唯一的例外就是 花钱找小电影的时候 我是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说实话 我一直以为 每次花钱会有负罪感的原因 是我还不够有钱 到现在毕业一年 我的存款已经够 下辈子不吃不喝了 上周我决定在工作之余 给自己找一个兼职 要求时间自由 不存在加班情况 没有上司领导同事 最后发现 满足这个要求的是 外卖员 说实话 我觉得很多人 对外卖员有一种误解 觉得是个人都能送外卖 其实并不是 但外卖员也是需要门槛的 比如电动车 不含电池2000元 租电池250元 月保险150元 余衣70元 健康证40元 手机支架15元 餐箱加冬夏装头盔 120元美元 隔继入门费2670元 以我目前的经济实力 投资外卖工作 都会让我有一种负罪感 正不说说 其实不只是花钱的时候 会有负罪感 大学的时候 我找父母要钱的时候 也有负罪感 尤其是每次要钱之后 他们总会说一句 你钱怎么用得这么快 不要乱花钱 家里没有钱的 也别饿着自己 想吃什么买什么 不是 我到底是花还是不花 很多时候 父母都在计算 买个小孩养大 需要多少金钱和时间 并列出账单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有个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大的呢 后来我发现 大的已经被公司 3000一个月买走了 比如我 现在花着公司 一个月3000的工资 我还是会有一种负罪感 在支付美笔账单的时候 想换一个价格低一些的 其实也一样吧 可能一样 但是花更多的钱 点一份更想吃到的外卖 花更多的钱 买一件喜欢的衣服 对自己好一点 不也是很重要吗 再次 mu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放广长